前文在族的書頁上一回,說著多鄉再次來到基杜山白族的包廂, 要求基杜山作出同意決鬥的保證。 基杜山說:「國下,我們網個人的血管裏面, 都是我們願意流的血,這些就是我們相互的保證。 請你告訴毛先生聽,聽見十幾個小時以前, 我就可以看到他的血究竟有什麼顏色了。」 我想說:「那我只要安排決鬥的手續就是了。」 我對於這些是無所謂的, 用這些小小的事情在劇院裡面來打擾我就毫無必要。 說給毛先生聽,雖然我是受侮辱的一方, 或者保持我的怪癖,我讓他選擇武器, 你聽清楚了嘛,什麼都可以, 總之我一定可以取勝。 你一定取勝?當然, 如果不是,我就不會跟毛先生決鬥了, 我一定殺死他,這些是沒辦法的事情。 今晚,你們寫幾個字送來我家, 等我知道用什麼武器和時間就可以了, 這樣就用手槍,八點鐘,在萬森樹林。 好極了閣下,現在一切都已經解決了, 麻煩你給我看戲吧, 並且請你告訴阿培聽,今晚不要再來了。 他這種偷魯野蠻的舉動, 只會傷害他自己的, 叫他回家睡覺了。 我向於是離開包廂走了。 基督山對莫馬西說, 現在我可不可以借重你呢? 莫馬西說,當然可以了, 不過白雙,什麼事呢? 我想,我應該知道真正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 馬西,孟阿培本人也是盲目盲地做。 他不知道真正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只有上帝和我知道。 我可以向你保證, 上帝知道原因, 而且他站在我這一邊。 這樣就夠了, 誰是你的第二個證人呢? 馬西, 除了你和你妹夫之外, 我在巴黎認識所有的人, 沒有一個是值得信託的。 你認為你妹夫會不會答應我的要求呢? 我可以代他答應你, 白雀。 好, 明天早七點鐘, 你來我家,好嗎? 我一定來的。 嘶, 開幕了, 這段歌劇的唱詞, 我是一個字都不讓他們漏過的。 歌劇院散場之後, 莫馬西在門口和基杜山告別, 說他第二天早上七點鐘, 一定和霍外曼一起來, 於是基杜山帶著笑容, 很平靜地坐馬車回家, 五分鐘就回去了, 一走進去家裡, 他就說, 阿里, 把那對雙象牙十字的手槍拿來, 很快去, 阿里把槍盒拿來, 交給主人。 基杜山檢查完手槍之後, 拿起一支, 正是向著一個小鐵盤瞭準的時候, 書房門開了, 普斯丁走進來, 他都未說話, 基杜山就看見門口有個頭罩面衫的女人, 跟著普斯丁後面, 那個女人看見基杜山的手握著槍, 桌面放著檢, 就衝進去, 基杜山對普斯丁做了手勢, 普斯丁就走出去, 順手關上房門, 基杜山問那個蒙面女人說, 你是誰啊,夫人? 那個女人向四圍看了一看, 見到房間之後他們兩個人, 就合上雙手彎下的身, 好像跪下這樣, 他說, 阿摩, 你不要殺死我的兒子啊。 基杜山不由自主地退後一步, 輕輕地叫了一聲, 手槍掉了, 他說, 你先頭說的是什麼人的名字啊? 蒙夫人。 那個女人納在臉上, 他說, 是你的名字, 或者只有我一個人, 還沒忘記那個名字, 阿摩, 來見你的不是蒙夫人, 而是美西啊。 美西已經死了, 阿夫人, 現在我不會叫做這個名字的人了。 閣下, 他說, 美西還在生, 而他還記得你, 因為只有他, 一見你, 就認得你, 甚至還沒見你的時候, 他就從你的聲音就認出你了, 阿摩。 從那個時候起, 他就注意著你, 而他不用問, 就知道蒙先生是被誰打擊的。 夫人, 你的意思是不是指蒙菲南啊? 既然我們現在回憶著的名字, 我們乾脆說出來了。 經理先生說到蒙菲南這個名字的時候, 他的面部落出敵之憎恨的表情, 令到師美西不寒自律, 他就好像有一股寒流通過他的血管一樣。 師美西說, 阿摩, 搖住我的兒子了。 夫人, 誰告訴你, 說我對你的兒子有敵意呢? 誰都沒有告訴我, 今晚, 我跟蹤他去到歌劇院, 一切我都見到了。 如果一切你都見到了, 你就知道蒙菲南的兒子當眾侮辱了我。 可憐他了, 你都看到的了, 如果不是我的朋友莫馬西阻止他的話, 他就將手襪扔在我的面書。 你聽我說, 阿摩, 我兒子也猜到你是誰, 他將他父親的不幸, 威咎於你。 夫人, 你搞錯了, 那些不是不幸, 是一種懲罰, 也不是我在打擊蒙菲南, 而是上帝在懲罰他。 為甚麼你要代表上帝呢? 當上帝已經忘記了, 你還為甚麼要記住呢? 阿尼納和他的總督, 和你有甚麼關係呢? 阿芒, 蒙菲南出賣鐵埃里, 對你又有甚麼損害呢? 沒有錯, 夫人, 這一切都是那個法國賓官 和謝麗基女兒之間的事情, 和我並無關係, 你說得沒錯, 如果我以為自己報仇的話, 那我報仇的對象, 不是那個法國賓官, 也不是馬失夫白雀, 而是屍未死的丈夫, 如夫蒙菲南, 阿芒, 如果你一定要報仇, 就向我報仇, 因為我不夠堅毅, 你離開了我, 我好污毒, 我忍受不住了, 為甚麼我會離開你呢? 為甚麼你會污毒呢? 因為你被捕, 阿芒, 你做了一個監犯, 為甚麼我會被捕呢? 為甚麼我會變成一個監犯呢? 我不知道, 你的確不知道的夫人, 但是, 我可以告訴你, 我之所以被捕, 和變成一個監犯, 是因為在我要和你結婚的前一日, 在烈士酒家的露天座位的樹, 有個叫做丁家詩的人寫了一封信, 而那個漁夫蒙菲南, 親自把那封信丟到油桶, 說到這裏, 基督山走在寫字桌前面, 拉開一個櫃桶, 在櫃桶裏面拿出一張文件, 將紙已經變了色, 墨水也已經變成鐵獸色, 基督山把文件交給施美西, 這張文件, 就是丁家詩寫給檢察官那封信, 是基督山化妝做湯信銀行的代表, 用二十萬法郎給典獄長波維里, 在鄧雅芳的檔案裏面拿出來的, 是未必細細細的讀那封信。 檢察官閣下, 敗人是擁護皇室及教會之人士, 知報告有鄧雅芳其人, 是埃及皇后帆船之大富, 今臣翻底馬賽港, 該船在返航途中, 曾停泊於愛爾巴島, 此人受益賊拿破崙之委託, 送一密信與巴黎拿破崙黨委員會。 地步此人, 只可繳獲此密信, 該密信如筆在其身上, 則必在兒父家中, 或在其埃及皇后帆船之船倉內。 我的上帝, 這封信是我用二十萬法郎買回來的夫人, 這封信, 可以證明我的行為是公正的, 這封信的結果是, 你知道得很清楚夫人, 就是我被捕, 但是你不知道那次被捕, 他們找了我多久, 你不知道十四年內, 我每天都發誓一定要報仇, 但是我不知道你已經和無供我那個蒙菲南結婚, 也不知道我父親已經餓死了。 啊, 天啊, 這些, 是我離開了監獄之後才沒聽到的, 為了師美西的生, 和我父親的死, 所以我才發誓要我蒙菲南報仇, 我現在, 就為我自己報仇, 你確定這件事是菲南做的嗎? 我告訴你那些事, 確實是他做的, 而且還不知道這樣, 他身為法國公民, 他竟然投降英國, 他的祖先是西班牙人, 他竟然參加攻打西班牙人的戰爭, 他是鐵壓力總督的部下, 他竟然出賣到謀害鐵壓力, 法國人沒有向那個叛徒報復, 西班牙沒有槍斃那個叛徒, 在墳墓裏面的鐵壓力, 也沒有懲罰那個叛徒, 但是我被出賣被犧牲被埋葬, 由於上帝的慈悲, 我在墳墓裏面爬出來了, 上帝既然為了懲罰他而派我來, 現在我來了, 我來了, 師美西用手捧著頭, 雙腳一彎就跪下了, 他說, 寬恕了他了, 阿芒, 為了我的緣故, 寬恕了他了, 我依然是愛你的, 基督山走過去扶起師美西的時候, 他額頭差點就見到地毯了, 師美西坐在椅樹, 他看著基督山, 基督山小小聲地說, 上帝把我在死亡裡面救出來, 要我去懲罰他們, 而我竟然不服從他, 不可能的夫人, 不可能的, 阿芒, 當我叫你阿芒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叫我做美西呢? 美西? 美西? 你說得對, 這個名字依然很有吸引力, 很久很久, 我都沒有那麼清楚叫過這個名字, 啊, 美西, 在我傷心身忍的時候, 我呼喊你的名字, 在天寒地冬的時候, 我屬於監獄的草堆裡面呼喊你的名字, 當學院難捱, 挖牢的石板上面滑來滑去的時候, 我呼喊你的名字, 美西, 我必須為自己報仇, 因為我守得十四年苦, 十四年了, 我哭了, 我嘴咒, 現在我告訴你, 我聽美西, 我一定要報仇, 基督丹丹曾經熱愛過施美西, 他怕自己被施美西不脅那麼懇求, 會讓步, 回憶他受苦的情形, 使自己堅定些, 施美西哭了, 他說, 那你報仇, 阿芒, 但你應該用真正的罪人來報仇, 找他, 找我來報仇, 但不要找我的兒子, 跌到真人的聲音, 雙手插住自己的頭髮, 師美西說, 阿芒, 自從我和你相識以來, 我就愛夢你, 尊重你, 阿芒, 不要損壞我心裏面對你美好的人像, 我一直以為你已經死了, 死了, 我以為你那個冰冷的身體, 已經埋葬在荒嬌夜嶺, 或者被你肉粥拋到山上哭, 我哭了, 阿芒, 我除了祈禱和哭之外, 我還能夠為你做些什麼呢? 十年來, 我每晚都發同樣的夢, 我聽說, 你站著逃跑, 聽說你目中另一個煩人, 聽說你捐到包屍體的布袋裡面, 是依附在山頂, 被人鑑山地扔到大河, 聽說你撞到岩石上面的時候, 發出的慘妖, 阿芒, 這十年來, 我每晚發怒, 都見到你, 都見到有人在山頂上面, 搖一件事, 然後, 被一種可怕的慘叫聲嚇醒, 請了, 你整身冷汗, 一尾在陣, 阿芒, 雖然我有罪, 不過我亦都, 你相信我, 我亦都受了很多痛苦, 你有沒有受過你父親去世, 而你卻在坐牢的痛苦呢? 你有沒有受過你現我的女人, 嫁給你的敵人, 而你自己在一間黑爐裡面, 煙煙待斃的痛苦呢? 沒有, 我都沒有, 但是我現在見到的, 就是我所愛的人, 快要殺害我的兒子了, 師妹仔說了這個說話的時候, 他的神情非常痛苦, 基督山克制不住, 他流眼淚了, 師子被順服了, 復仇者被征服了, 他說, 你要求我的是什麼呢? 是不是你兒子的生命呢? 好了, 他可以活下去, 師妹仔叫了一聲, 而你一聲叫喊, 使得基督山淚如泉湧, 師妹仔拿著基督山的手, 摘在自己的嘴唇邊, 噢, 多謝你, 多謝你了, 阿芒, 現在, 你真是我夢中那個你了, 真是我永遠愛那個你了, 啊, 現在我可以這樣說了, 但是可憐的阿芒, 是沒有幾多時間給你愛了, 死人, 要回到墳墓裏面, 幽靈欲歸於黑暗, 你說什麼啊, 阿芒? 我是說, 既然你要我死, 美西, 那我就只有死了, 死? 誰說的? 誰說過死啊? 你為什麼會想到死呢? 你呢? 戲院當著全體觀眾的面, 當著你的朋友, 和你的兒子朋友的面前, 東開受到侮辱, 我還哪有面子做人呢? 美西, 除了你以外, 我最愛的就是我自己, 就是我的尊嚴, 就是我優越過別人的力量, 那種力量就是我的生命, 你摧毀了它, 我就死了, 不過既然你要寬恕了它, 那種決鬥就不會舉行的了, 要舉行的, 但是流落地下的, 它不會是你兒子的血, 而是我的了, 師美西, 尖叫一聲, 向基督山衝過去, 但是突然間收著腳步, 她說, 阿摩, 你說過我兒子可以活下去的, 是不是? 是的, 夫人, 他可以活下去, 基督山看到師美西那麼冷靜地接受他的犧牲, 覺得好驚奇啊, 師美西眼淚混了驚, 伸了手給基督山, 他說, 阿摩, 你是多麼高貴, 你先頭的舉動是多麼偉大, 對一個無所依靠的可憐的女人, 你憐憐他, 又多麼崇高啊, 唉, 我老了, 使我老的不是年月, 而是憂傷, 我知道, 現在我的一個微笑, 一個眼神, 再不能夠在以前眼看著我的一眼, 想在那個美西了, 一個人的生命, 沒有一件愉快的事情可以回憶, 沒有一個希望可以保存, 這樣的日子是很難熬的, 但是這樣也證明事情並未曾過去, 一切都未曾了結, 我的心感覺到這一點, 美西, 你是這樣說了, 但是, 你對於我現在送了什麼, 你是無法知道的, 師未西用一種驚惡, 同時又是崇拜和感激的表情, 看著基督山, 他說, 阿摩, 我還有一個說話要告訴你, 如果我的臉色變得蒼白, 如果我的雙眼變得遲鈍, 如果我的美麗已經消逝了, 總之, 在容貌上, 我不是以前那個美西了, 但你將來可以知道, 他的心依然好像以前一樣, 再見了, 阿摩, 我們上天沒有什麼要求了, 我已經又見到你, 發覺你還是好像以前一樣, 那麼高貴, 那麼偉大, 再見了,阿摩, 再見了, 謝謝你。 但是基督山沒有回答, 不能夠復仇這件事, 使他很痛苦, 使他仿仿忽忽, 當他清醒的時候, 師未西已經開門走了, 這個時候, 教堂的大鐘, 正好敲一點, 基督山自言自語地說, 希望我多傻呢, 希望決心為自己報仇的人, 為何我不將自己的心挖出來先呢? 各位, 欲知後事如何, 請下回分解。